k Hello大家好 我是casel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日很開心 很興奮 因為今天是一步寫期待遇久的旅程 今天會 跟新識的朋友在尼加拉大瀑布 這個地方是我一來的時候 就已經很想很想去的 因為剛剛來到的時候 又沒有什麼朋友 而且那個路程好像很繁複 我怕我自己會當失路 所以一直都沒有這個計劃 前幾天就有朋友問我 我們打算下個星期去 你會不會想一起去 我簡直說好 而且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 世事前風景的人 所以就促成了這次的旅程 我是超級期待 而且超級興奮 而且因為有朋友帶著 心裡沒有那麼害怕 我現在立刻去看看那裡是怎樣的 Let's go 踏到Union Station之後 就轉Go Train去瀑布了 今天是週末 所以車站超多人 Go Train大概踏兩小時 幸好內龍比我想像中舒服 開車了 踏了兩小時火車 終於到了 現在就要再去買 We go bus ticket 進瀑布區 但我強烈建議大家 在網上買了個 Go Train 和We go bus combo ticket 如果不是那麼多人 真的排到你瘋了 還花了一些時間 經過漫長的車程 終於都來到瀑布區了 聽聲音 都感受到瀑布的氣勢 好多人 看見到水氣嗎 看見到嗎 看見到嗎 Niagra Flo是世界上第一大花國瀑布 坐落在加拿大和美國之間 整個瀑布是油馬堤瀑布 美國瀑布 和新娘面穿瀑布 三個瀑布所組成 這裡很漂亮 看見後面 眼前這個半環形狀 氣勢最磅薄的 就是馬堤瀑布 它也是三個瀑布中最大的 不知道去過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原來瀑布的河水 是有不同顏色的 馬堤瀑布的湖水 是青色的 如果想和瀑布再親近一點 可以搭這種觀光游輪 近距離感受瀑布的宏偉 但是就預料自己要變成臨風 我覺得瀑布區裏面 有兩樣東西是必玩的 一個是剛才說的郵輪 另一個是Journey Behind The Force 兩種玩法都是以超近距離 去欣賞瀑布 如果玩得再奢侈一點 可以坐直升機 在高空俯瞰整座瀑布 馬堤瀑布行前多一點 就是美國瀑布 對呀 沒錯 對面就是美國 這個是三個瀑布裏面第二大的 而這個瀑布的湖水是藍色的 這個我也很想玩 但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快 其實它慢到吐 這個已經是我較快了兩倍的速度 因為這次只是計劃一天的旅程 時間有點緊張 所以現在就要狗衝去下一個景點 走了五六分鐘左右 就來到Jackson Hill 這裡很有趣的 好像一個主題來源的小鎮一樣 什麼都有得玩 有鬼屋 立像館 保齡球場 機泡 還有迷你哥爾夫球場 還要玩 是機泡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大人玩的遊戲 我想玩槍遊戲 但好像只有寶寶玩意 如果老公在這裡就一定要玩幾個 尋為賭博 賭錢下海 嘩這東西是經典的 是時代的產物 但我想說它有black paint 它有槍機 但只有這些槍機 我們被這東西騙了 以為它是真的 我們看了多久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瀑布摩天輪 但好像伏味勁龍 摩天輪後面的 就是這個用恐龍做主題的 迷你哥爾夫球場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老公和他的朋友 會很喜歡這裡 但要喝酒之後 你看看 嘩 火山會噴氣 它好像紫色那條卡通的東西 我覺得這裡所有的東西都很慢 還是我個人越來越快 不經不覺玩到5點 要去趕尾班車了 等車的時候見到彩虹 為今天的旅程 塗上了完美的句號 今天這段旅程的得著就是 我覺得大自然真的很偉大 人類真的很妙小 令我更感恩身邊一切的東西 那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今天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CMS comment like和share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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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